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体阵亡 连根都没有留下 那这支部队就是遇碎了 而由于中国军队装备落后 加上一直处待战略手势 所有很少有让对方遇碎的机会 而在几百年前 却有这样一个中国将领 让日本人见了就只能遇碎 他就是七级光 说起来 七级光也是将门胡子 他祖上和这朱元璋一起打天下 所以得到了一个世袭的武职 到了七级光这一带 已经传了好几代了 七级光在登州担任武官的时候 就很头疼底下士兵的素质 让他们打仗 他们跑得比飞都快 让他们种地 可能还更专意一点 到了江这一带剿密窝扣 也面临这个问题 士兵们二话没说都跑光了 只留着七级光 幸好七级光天生 剑法出众 连续射死都恶无求 才瓦解了敌人攻势 所以 七级光开始编练新军 这就是七家军 七家军的诞生 不仅仅只是一支军队 而是一整套战法训练 七级光觉得军队的有灵魂 于是给自己的新军士兵灌输思想 并且教他们识字 认字 这些在此之前的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而一支有文化有思想的军队 爆发起来是很强大的 它让一支军队有了纪律和军阀 而七级光的另一个创举 就是训练方法 之前 中国古代军队很少有成体系的训练战法 而七级光则很抓训练 他找来几个武僧还有练家子 教士兵们基本体能训练 对于战场 一般的武术套路根本就不是用 更有用的还是战法和阵法 所以 士兵们的配合很重要 在此基础上 鸳鸯阵诞生了 在这个鸳鸯阵中 每个士兵都有不同的角色 为了适应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士兵有不同的训练任务 负责担任火枪手的 士兵专次射击训练 而使用长刀的专心训练掌刀的劈砍 这样一来 将军纪 军阀和训练结合在一起 七家军就脱离了古代军队的范畴 摸到了近代军队的边 这样一支部队 打打还是流年武装的窝寇 简直一如反掌 在福建和浙江沿海的多次战役中 七家军百战百胜 而在后来的抗沃元昭战役里 七家军凭借平壤的战功 让跋扈的辽东边防军都竖起了大拇指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